陈晓已经渐渐的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上次出现在五月和王一博领先主演的《冰与火》发布会上 每个人都陈晓他们对新外观感到震惊 他们大喊我男神咋变这样了 新闻发布会上的陈晓一脸邋遢 头发也没理意料胡扎 曾经阳光明媚的男神气质不再存在 1987年出生的陈晓今年33岁 他因为2010年出演的电影《敌人节》 《通天帝国》在娱乐圈混开 今年正好进入演艺界十周年 许多人也许会觉得好奇 一直那么火着他为什么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了呢 以前播出陈晓传奇的那一年 陈晓也是他是绝对的全国收视冠军 是偶像剧中少数具有表演技巧的演员之一 陈晓传奇这位电视剧史的陈晓与赵丽颖同时走红 后来还诞生了陈晓与赵丽颖之间的费文 很多网友以为他们是假戏真做 私下有过感情 现在陈晓与赵丽颖两者早已分当样彪 过去与现在截然不同 陈晓经常与棋子传出劈腿绯闻 近年来他的名声也像一颗流星匆匆滑落 几乎看不到陈晓的身影 怎么突然会这样子呢 陈晓说其实这一切是与他的性格有关 从2013年开始 陈晓与陈晓出演《射雕英雄传》 由于这部戏 他们于2015年开始公开恋爱关系 但是结婚后陈晓丽被爆出 结婚前是小三有很多黑量 陈晓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他在结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还多次赞美陈晓丽可爱又纯正 结婚之后陈晓丽被压倒性的负面新闻搞他 纯净的女神的形象完全崩溃了 从那以后陈晓整个人变得抑郁气蓝 眼中没有一丝光芒 他多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这使人们感到他很不高兴 非常沮丧 之后他与妻子的关系 在破底也经常传出婚变谣言 各有网友传 他们现在只是为了节目需要 才维持夫妻感情 有网友说陈晓突然不红的 第一个原因是婚姻不幸福 受打击后陈晓丽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 总是胡子的邋遢 身心憔悴的样子 所以减少了很多工作量与曝光 第二个原因就是 妻子吕抱黑量 对他的生意和人格产生了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陈晓突然不在后 希望他能够早日走出来 重回我们的视线 当回我们的男神 我们的男神